娶了柳如烟的第二年 我被国际安全局指派到边境出秘密任务 三年后我因病辞职 回来却发现柳如烟让我的孩子管别人叫爹 我拒绝了局里的救助 在我剩余的时间里努力做一个体贴的丈夫 当然只是为了补偿我的女儿 只是柳如烟重婚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你确定要放弃治疗吗 王队 我看着眼前焦急的战友邢涛无奈地笑了笑 在局里训练突然晕倒 检查过后发现竟然已经是脑癌晚期了 所以我向上级申请了退役 眼前的战友和我是同一批 我当时被召回 而他则是在当地开了一个有名的私人医院 我看向窗外阳光明媚 但是屋子里却阴隆地厉害 刺鼻的消毒水位 丝丝缕缕地钻入鼻腔 我确定小心你就别劝我了 最后的日子里 我想和我老婆女儿在一起 型号看着我的目光变得复杂 这些年我也有意无意地打听嫂子的消息 只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型号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亲自将我送出了医院 告别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久违的电话 电话打了很久 才拨通接电话的是个奶乎乎的娃音 喂是谁啊 我高兴得鼻子发酸 原来我的安安已经这么大了 我不由得想逗逗她 哦原来是小安安啊 怎么是你接电话 你妈妈呢 电话那边的小奶音似乎是思考了一回 我爸爸妈妈出去了 他们一会儿才回来 叔叔你不会是坏人吧 你怎么知道我叫安安的 爸爸妈妈出去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甚至反复确认手机号码 确实没有错 就是柳如烟的手机号 电话那边的安安 听我这边半天不说话 直接就把电话挂断了 嘟嘟的盲影响了很久 我才反应过来 是我亏欠了他们娘俩 被紧急召回的这三年 没办法往家里打一通电话 就连走的时候也只留了一句话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有很多想问的 但是我不能说等我回来 我叹了口气 看着手里已经被钻的法咒的诊断书 刚刚型号说 我如果不治疗 只有三个月可以活了 这次临走前 我一定给柳如烟和安安安排好一切 我和柳如烟是半路同学 我是被局里塞进大学进修文化课的 算起来我和柳如烟同校的时光 只有一年多 但意外的是 这堵高岭之花居然被我摘到手了 柳如烟是学校的校花 所有人都在说我走了狗屎运 有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人间的交际花对我却十分冷淡 柳如烟面对其他人 甚至是讨厌的人都能笑脸相应 但是面对我却永远是一脸的闷闷不乐 她常常跟我说谁谁谁讨厌死了 自己和她说话就是浪费口舌 我就是她负面情绪的垃圾桶 我喜欢她自然也会包容她的一切 我想做她坚实的后盾 直到后来有一天 她哭着给我打电话说 她被白家保镖围堵让我去救她 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 身上挨了无数棍子 但是却把她保护在了我的臂弯里 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明显缓和了许多 她不再是除了吐槽就对我冷冷淡淡的了 而是开始和我分享一切生活上的琐事 我以为我还要追她很久 但是毕业典礼那天 刘如烟手拿了一支玫瑰 直接塞到了我手里 周围人开始起哄 我和她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毕业后我们结婚第一年 就有了可爱答案 但是某天我的工作手机 突然收到了召回令 尽管舍不得她舍不得 我上在强保的女儿 服从命令是天职 我还是选择去了 这三年在边境摸爬滚打 无数个日日夜夜 只能靠着我疯 在衣服里的那张全家服 了以未及 现在我回来了 却是拖着一幅残破之躯 我看着眼前熟悉的门口 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最终我还是按下了密码 咔哒伴随着解锁的声音 我和里面的两大一小面面相去 餐桌前不仅坐着柳如烟和小安安 还有一个我十分熟悉的面孔 白修染当时唯独柳如烟的 那个白家的小少爷 笑计我看着眼前的柳如烟 明显慌了 身边的安安也开始 大哭起来不停地叫爸爸 并且试图从儿童座椅上 往白修染那边爬 白修染的脸色 也不好面对孩子的哭闹 他无动于衷 我赶紧跑过去把安安抱起来 安安是个早产儿 一生下来就进了保温箱 哭了就要赶紧哄 要不然气管总发言 如烟快把我们的孩子抱过来啊 一个外人怎么能哄好呢 我轻轻拍着安安的手 顿了一下 白修染这话什么意思 柳如烟听到后赶紧打圆场 修染你先走吧 笑计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可得好好问问他 这么多年都去哪了 我看到了白修染走之前 意味深长的眼神 莫非 我看着怀里 渐渐停止哭闹的安安 还是狠了狠心偷偷 拽了一根他的头发 好不容易安静的孩子 再次哭起来 柳如烟赶紧将孩子接过去 半天终于是把安安哄睡着了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以为你这辈子 都不会回来了呢 看着憔悴了不少的柳如烟 愧疚再次涌上心头 这些年我去执行任务了 当时比较急 所以没来得及和你说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变了脸色 他抓去抱枕扔向我 我能躲开 但我还是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 你个骗子大骗子 柳如烟红着眼圈 上前薅住了我胸口的T恤 那你说啊 你以为你是特工呢 我表弟也是在保密单位工作 他为什么就能往家打电话 我扭过头 我本以为告诉他实情 他就不会再问了 但是我看着柳如烟的眼睛 我所在的是保密部门内容 是不能说的 柳如烟 你相信我 柳如烟愣争了片刻 最后什么都没说 直接准备上楼回房间了 我跟在他身后 刚一进卧室 就就看到了 床脚放着的黑色男士内裤 柳如烟似乎也察觉到了 赶紧冲上前 将内裤塞到了床底 我心下了然 但是面上却不动声色地 坐在了床边 或许是我突然回来家里 根本没来得及收拾 这个卧室很明显 有两个人生活的痕迹 我今天还有点事 就不再加住了柳如烟 晚安 我转身离开了房间 打车去了型号的医院 我在医院的走廊做了一页 直到那份加急的亲子报告 出现在了我的手上 薄薄的册子 有一大堆看不懂的数据 我着急地翻到最后一页 看着面前的结果如遭雷击 那薄薄的几页纸 像是给我宣判了死刑 我只感觉 气血上涌一抹鼻子居然流血了 亲子鉴定报告上显示 我和安安没有亲缘关系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天的医院里 安安被从手术室 爆出来白白净净的可爱极了 一双水葡萄一样的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 当时自己最高兴的是孩子 是双眼皮 现在一想 自己当时都脑子真的是短路了 我和柳如燕都是单眼皮 怎么会生出双眼皮的孩子 我将亲子鉴定折好 放进了贴身的兜里 我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拿到报告的那一刻 我真的很想去质问柳如燕 甚至我已经拨通了柳如燕的电话 但是我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想在我死之前 听安安叫我一声爸爸 想在死之前 再去我上学的学校看看 想在死之前 听见柳如燕说她爱我 我不停地垂着自己的头 不知是因为脑癌的原因 还是思绪过于分杂的原因 我解开衬衣的扣子 想要把缝在胸口的那张照片扯掉 可我还是舍不得 我在医院的走廊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买了柳如燕 最爱吃的小笼包 一早就回了家 记得她怀孕的时候 挑嘴得很大半夜 说想吃小笼包 我实在是找不到地方买最后 还是借了医院的食堂 亲手包了一体小笼包 到现在我还记得 那包子长得可丑了 但是那天的柳如燕 却格外地高兴 她说希望以后的孩子也希望 可以和小笼包一样 白白胖胖的可是现在 柳如燕看了一眼 桌子上的小笼包 嫌弃地捏住了鼻子 笑急这包子你还是自己吃吧 安安早上不能吃这么油腻的 说完她拿出了面包牛奶 匆匆吃了两口 就说要出门让我照顾一下安安 我看着眼前的小家伙 求之不得 很难想象 当时只有巴掌大小的婴儿 转眼间已经变得这么大了 安安只是喝了两口牛奶 目光就一直往我这边瞟 怪可爱的 想吃就吃吧 我能看到小家伙的眼神 瞬间就亮了 就像是我当时隔着保温相看 他的时候 他突然对我笑一样 叔叔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我愣住了 这孩子是什么意思 爸爸妈妈工作忙 所以经常让我自己在家 面前粉雕玉琢的奶团子 咬着口中浸满汤汁的包子 经常一个人在家嘛 他们平时都在干什么 我还是决定领着安安出来 外面下雨了 我想要给柳如燕送散 但是有不放心安安一个人在家 说起来 安安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 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 可能人就是这样吧 一旦为什么事物取了名字 就会产生羁绊 我摸了摸安安的头顶 走向了公司的前台 不好意思先生没有预约不能进的 没办法 我只能坐在大厅里面的 安安也不哭不闹 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晃着两只小脚丫 雨越下越大了 从稀稀利利的小雨 到了瓢泼大雨 终于柳如燕出来了 只不过她背对着我 她正和白修染 说说笑笑 安安想要叫住她 我却捂住了她的嘴 安安我们给妈妈一个惊喜 好不好 在我的安慰之下 安安果然不出声了 我看着他们两个的身影 越走越远 好似一双臂人 好在白修染去地下室开车 让我有了机会 爸爸 安安看到白修染 开心得不行 想要立刻窜到白修染的身边 但我没想到白修染 却一脸嫌弃 我不是你爸爸 别这么叫我 安安似乎委屈极了 小脸拧巴成了一团 看起来要哭出来了 我赶紧把安安抱起来 还住脖子的小手 好像也给了我力量 我是来接柳如烟回家的白修染 你自己走吧 白修染嫌弃了我一眼 随后又把打亮的目光落在 了我手中的透明塑料袋里 那里是两把雨伞 咔嚓外面炸雷响起 雨似乎是下的更大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来接她 早知道我就不送如烟了 不过可惜 白修染转了转手中的车钥匙 这么大的雨 两把伞可不太够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 你说呢 笑计 说完她还向我 展开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笑 就像是我试入珍宝的东西在 她那里只是倒贴的垃圾一样 可是我本不该这样的 白家是个大家族 小时候我叫白济北 白家每十年 就要选一个孩子 送到国际安全局培养 白修染是我的表哥 这一次本该是她去的 可是选拔的前夕 我的父亲为了还赌债 向我送去了安全局 我不懂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 当时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在我加入安全局的第三年 母亲就因为悲伤抑郁过世了 而我也改了名字 别人问就是我随母姓 而因为每十年 就要送去的孩子 白家在商场上 也能一路顺风 得到诸多优待 如果我是柳如烟 或许我也会选择白修染 三年的杳无音讯和一个能 带着她坐豪车 吃西餐的公子哥 后者肯定是最优选择 可柳如烟 不会主动和我说离婚 因为我们还有安安 或许是我自私 我想让她最后 再陪我一段时间 就两个月时间一到 我就会离开 我想在我离开前 也能体体面面的 保持在她心中 我最完美的形象 回到家 我和安安身上 都有点淋湿了 柳如烟早就到了家 她接过安安 顺手递给我了一条毛巾 你怎么出去了 我笑了笑 只说是家里有点闷 带安安出去转转 没想到安安居然回头 想要找我 柳如烟皱了皱眉 只是哄着安安 丝毫没有给我的意思 柳如烟 你看安安的眼睛真好看 要我说真的很像你 柳如烟的手 顿了一下片刻后 转过身看向我 没什么事 你就吃饭吧 一会菜凉了 我看着桌面上 打包回来的菜 是白家开的 燕河楼的特色菜 我看着眼前的菜 实在是没有胃口 柳如烟我想回趟家 柳如烟似乎是心理愧疚 既然主动要求 和我一起回家 我拒绝了 只是为人子女看一眼 就算是了了自己的心愿吧 我来到了母亲的墓碑前 母亲的墓碑前 杂草丛生 我蹲下身 一点一点地将杂草拔掉 记忆里母亲 总是温柔地笑着 唯独在我被送去 安全局的那天 哭得撕心裂肺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母亲有多爱我 小白别跑 你个没爹养的孩子 就是你个拖油瓶 你妈死了活该 一群小孩 把我围在中间 不停地踢打着我 父亲沉迷赌博 除了偶尔回家 冲母亲要钱之外 几乎成天不着家 我抱着头 蹲在地上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直到柳如烟的出现 小女孩穿着迷彩的 短裤短袖 手里拿着一根长木棍 气势汹汹地拦在了我跟前 触手你们这群坏蛋 他凶神恶煞地 抡起棍子 将周围的孩子打散 那群小孩 见有人撑腰 只能骂骂咧咧地跑开了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柳如烟 插着腰站在我面前 凶巴巴地说 以后我罩着你 谁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赌博的爸生病的妈 从那以后 柳如烟就成了 我灰暗童年里唯一的光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仿佛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 所以在他落水后 尽管我不会游泳 还是义无反顾地游向了他 我听见了 周围的人慌张地叫他柳如烟 小孩子的友谊 真的很荒谬 直到现在 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柳如烟因为落水 被家人接回去了 而我也被父亲送去了安全局 白修冉的父母 为父亲还清了所有赌债 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我代替他儿子 进入训练营 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但是长久的病痛 折磨得他早就没有了力气 只能抱着我 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 我成功熬过了训练 但是初营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甚至连最后一面 我都没见到 我改名换姓 斩断了和过去的一切联系 再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退役后我被安排进了A大 而柳如烟 是我的同班同学 命运兜兜转转 我们还是相遇了 可是我没想到 那时的柳如烟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人是白修冉 我能看到被誉为笑话的 他大大咧咧地 接近白修冉时 眼睛里藏不住的笑意和羞怯 那时我就知道 我似乎是来迟了 思绪抽回 我离开了牧原 打车到了白家老宅 父亲果然没有搬走 我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岁月不饶人 他虽然才50岁 但是已经勾搂着身子 拄着拐杖 看起来他的身体也不好 我没有进去 看他过得不好 我也就放心了 回到家 我刚一推开门 一股熟悉的饭菜香味扑鼻而来 餐桌上 柳如烟和白修冉面对面坐着 两人之间只隔着一碗汤的距离 我愣在原地 手里还提着给安安买的洋娃娃 安安坐在儿童以上 小脸蛋上满是泪痕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柳如烟和白修冉 却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一样 自顾自地说着什么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股火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 说到底 这还是在我家 那一刻 我的心中浮现出一个计划 一开始 我想让柳如烟和安安忘记我 在我走后也能有幸福的人生 但是现在 我想要柳如烟永远地记住我 柳如烟 家里来客人了 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语气 但还是忍不住带上了一丝质问 柳如烟抬起头 你回来了 他语气平淡 像是在和一个普通朋友打招呼 白修冉嘴角勾起一抹四笑非笑的糊涂 如烟 早知道孝季这么早回来 我就让阿姨多准备几个菜送过来好了 你看现在这菜都不够了 他语气熟人 仿佛这里是他的家 而我只是一个不速之客 我强忍着心头的怒火 走到阿姨身边 把他抱了起来 阿姨看到我 哭得更凶了 小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 我心疼地拍着他的背 柔身哄着 阿姨乖 不哭了 笑计 你把阿姨抱去别处 我和修冉在谈工作上的事情 柳如烟语气有些不耐烦 我心里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视 难受得厉害 脑袋又开始一阵一阵地疼了 今天是休息日 柳如烟 等你上班再说吧 哄一下阿姨也用不了多久 我抱着阿姨 目光直视柳如烟 柳如烟眼神闪烁 不敢看我 工作上的事 骗鬼呢 白修冉是什么人 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出现在这里 绝对不是为了谈什么工作 我现在真的不想再去计较了 那好吧 你们谈柳如烟脸色一白 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阿姨 我带你出去吃冰淇淋好不好 我不想和他们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待下去 抱着阿姨就往外走 我心疼地亲了亲阿姨的额头 坐在冰淇淋店里 看着阿姨开心地吃着冰淇淋 我的心里却无味杂陈 阿姨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仰起小脸 关切地看着我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摸了摸他的头 阿姨 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吗 阿姨愣了一下 小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可以 片刻后 阿姨摇了摇头 与其坚定 我最终还是没有强求 晚上回到家 白修冉已经离开了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脸色有些苍白 看到我回来 他欲言幼稚 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洗了得早 躺在床上 却怎么也睡不着 没过多久 一只白皙的手臂 搭上了我的腰身 夏季 你别多想一张口 还是便捡 这一刻我甚至都想问 他是不是从一开始 就在算计我 但我只是推开了柳如烟的手 喝完了 明天你还要上班呢 有些东西不知道还好 一旦知道了 就再也回不去了 半夜 我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惊醒 我挣扎着爬起来 从抽屉里拿出止痛药 赶吞了两颗 我看着月光下柳如烟甜静的脸 时光改变了他很多 我以为他会和小时候一样 像个凶巴巴的假小子 但是长大后的他真的很温柔 起码对别人是那样的 今天我偶然知道了一件事 柳如烟是因为小时候落水发烧 不记得是谁救过的他了 通过身边人的描述 柳如烟认定那个人是白修软 他知道真相会后悔吗 对了 我马上要死了 这个秘密 我想等我死后 我再告诉他 我要让他记我一辈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和安安越来越熟悉了 小家伙特别黏我 虽然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但他生奶气的声音 总能让我心头一满 柳如烟却总是说工作忙 很少回家 每次我想和他谈他安安的事 他总是推三组四 柳如烟 你能不能多陪陪安安 他还小 需要妈妈的陪伴 我知道孩子的童年里 父母双方少了谁都不会幸福的 况且 我根本陪不了安安多久 我很忙 你自己看着办吧 听着电话里柳如烟拒绝的话 我的心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 我和柳如烟没结婚之前 就发生了关系 当时我喝醉了酒 稀里糊涂的醒来 就发现柳如烟躺在了我身边 柳如烟说要我对他负责 其实我是开心的 甚至还有一丝侥幸 如果没有这档子事 柳如烟只会嫁给白修冉 我只能当他的好朋友罢了 所以说 我还是感谢安安的到来 尽管现在看来 我应该是个接盘侠 这些天 除了陪安安玩 我还开始写日记了 因为我得了脑癌 我发现自己有些事情 已经开始模糊 记不清了 我想利用空闲时间 把关于柳如烟的一切 都记录下来 这是我准备留给柳如烟的礼物 叔叔 你在写什么呀 安安好奇地趴在我腿上 睁着大眼睛看着我 我在写故事 等你长大了 让妈妈讲给你听 安安小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为什么叔叔不能给安安讲 我摸了摸他的头 心里一阵酸楚 我最后抽了时间 回去看了一次父亲 进入白家老宅 我看着垂垂老里的父亲 只说了一句 这都是你的报应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不想再和过去有任何瓜哥 不知道母亲的在天之灵看没看到 不过无所谓 如果母亲没有看到的话 那我就去告诉他好了 今天是国庆节 柳如烟难得没有窝在书房里 他穿着家居服 头发随意地扎了个丸子头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平板 他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着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数据报表 我站在厨房门口 看着这一幕 心里五味杂陈 说实话 这些年柳如烟真的很辛苦 吃饭了 我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 冲着客厅喊了一声 柳如烟头也不抬得应了一声 知道了 马上就来我走到他身边 伸手熄灭了他的屏幕 先吃饭 工作的事待会儿再说 柳如烟有些不满地皱了皱眉 但还是乖乖地起身走到餐桌旁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想去巴黎度蜜月吗 我有点意外 好好的柳如烟为什么会提起这个 这个地名仿佛一把钥匙 瞬间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那还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听说巴黎是浪漫之都 我计划着等他毕业了 就带他去巴黎度蜜月 结果蜜月行程还没来得及安排 我就接到了紧急任务 被派去了边境 这一句就是三年 柳如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一样 想要开口说什么 但是却被我抢先一步打断了 阿安怎么还没下来 我去叫他 我转身上楼去叫阿安下来吃饭 阿安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以为他又调皮了 到主卧去躲猫猫了 但我到了主卧 房间里空荡荡的 根本没有阿安的身影 我刚想出去 突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脑袋里像是被砸了锥子一样 酸心的疼 我慌乱的关上门 痘大的汗珠从额头滑落 眼前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我扶着墙 勉强站我的身子 咚咚咚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阿安刚刚去院子里完了 怎么他回来了 你又丢了是柳如烟的声音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我马上就来门外柳如烟的脚步声 渐渐远去 我从口袋里摸出纸通药 赶吞了两片 一抬头 却看见卧室的笔记本电脑还开着 屏幕上显示着柳如烟的微信聊天界面 明天上午十点 来家有聚会我们 不见不散 好的 修软哥白修软 我握着鼠标的手指 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 原来要和我去巴黎是为了弥补我 我走到餐桌旁 看着正在吃饭的柳如烟 心里五味杂陈 我明天有点事 要去一趟公司 巴黎的事 可能要等下次了柳如烟放下筷子 语气平静的说道 嗯 你去吧 工作重要我点点头 没有戳穿他的谎言 我知道 这对柳如烟来说 是一个好机会 我什么都给不了他 但是白家的家庭聚会上 他以白家继承人白修软女朋友的身份出现的话 能得到很多平时遇不到的人脉 只是柳如烟可能没想到 我也是白家的孩子 今天是白家的宴会 宴会厅的四周 墙壁上挂满了名贵的画作和精致的装饰品 地毯柔软而厚实 走在上面如同踏在云端 昂贵精致的典信摆满了整张桌子 我混在人群中格格不入 所有人都是西装礼服 只有我穿着一身洗的有些发白的卫衣 像个误入的一类 我自嘲的笑了笑 现在我已经没时间去奢求这些东西了 我的目光扫过人群 很快就捕捉到了柳如烟的身影 她的模样早就被我深深的刻在了骨髓里 她的身影我再熟悉不过了 柳如烟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 头发高高盘起 露出修长的脖梗 优雅又迷人 我注意到她今天没有戴那条我送的项链 那条项链上有一颗小小的钻石 是我用第一个月的津贴给她买的 她曾经说过 会一直戴着它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 柳如烟的身边站着一个男人 西装笔挺 气质不凡 是白修冉 他们站在一起 郎才女貌 无比般配 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我拼了命想要给她幸福 到头来 却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是啊 她从小要强 幸福会自己争取 根本不需要我 即使现在她为了让白修冉喜欢 装成一副温婉的模样 骨子里 她还是那个穿着迷彩小短裤 手拿棍子打女孩 我眼睁睁地看着柳如烟和白修冉谈笑风生 看着她们举止亲密 看着她们眼中只有彼此 我的心像是被撕裂成碎片 痛不欲生 我多想冲上去 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质问她有没有爱过我 可是我没有 我只是一个失败者 一个被抛弃的可怜虫 我没有资格去质问她 我拿出手机 对着她们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柳如烟笑叶如花 幸福的刺眼 似乎是我的目的太过明显 有人提醒了一下柳如烟 她向我这边看来 只是一眼就变了脸色 她慌张地松开了白修冉的手 想要向我这边走来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挥了挥手中的手机 转身离开 现在这幸福该轮到我了 我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心里的怒火 把安安送到了楼下战友家 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在了 她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那张照片 脸色苍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猛地站起来 把照片摔在我的脸上 照片的边缘很锋利 在我的脸上滑了一道口子 我伸手摸了摸 有点疼 什么意思 我冷笑一声 弯腰捡起照片 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 柳如烟灿烂的笑容 你跟踪我 柳如烟瞪大了眼睛 语气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我对她从来都是百分百的信任 上学的时候 因为柳如烟是校花 周围也有不少男人围绕 但是我从来都没质疑过什么 我没有跟踪你 要是没有邀请函 我能进去 倒是你好得去公司开会 我不不紧逼 语气咄咄逼逼人 我 柳如烟哑口无言 脸色惨白 怎么 说不出来了 我冷笑一声 眼里满是嘲讽 我不想这样的 如果柳如烟一直和我装下去 或许这段时间 也会像我这稀里糊涂的 一辈子一样过去 但是 当看到他们两个 被重心拱跃般站在一起时 我真的酸得牙疼 笑计 你到底想干什么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恶狠狠的目光 像是要将我刺穿 本不该是这样的 我的女孩是站在我身彼岸 拿着小木棍保护我的 而现在我却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我想干什么 我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我想让你爱我 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目光灼灼的看着柳如烟 你和我爸 这样你就能永远记住我了 你疯了 柳如烟用力挣扎 想要摆脱我的束缚 我是疯了 柳如烟重婚是犯法的 我怒吼道 眼眶泛红 这三年别人怎么说的 我不是一点不知道 你要是不想让船票 直接寄到你公司 让你身败名裂 你最好还是乖乖听话笑计 你冷静一点 柳如烟被我的样子吓到了 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 我放软了语气 伸手想要抚摸她的脸颊 柳如烟却偏过头 躲开了我的手 笑计 是我对不起你 她的声音很轻 却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虽然她没说 但是我知道柳如烟在说什么 她是在说安安 那个孩子多半是白羞染的 我们去巴黎度蜜月好吗 我看着柳如烟的背影 心中一片苦涩 安安怎么办 柳如烟的声音小得像是蚊子 原来 当时她在餐桌上随口提出的 要去巴黎只是个幌子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 要跟我去那个浪漫之都 我的心 像是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 痛得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已经把安安送到我战友家了 她会照顾好她的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抑住心里的痛苦 你把她送走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 眼里满是震惊和愤怒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想让你知道 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只需要跟我走就行了 我解释道 语气里带着一丝祈求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最近我头疼得厉害 我感觉自己撑不到三个月了 惊喜 你这是在逼我 柳如烟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没有逼你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这是我自私的愿望 我一把抱住柳如烟 狠狠地稳住了她的唇 她的唇 还是那么柔软 那么香甜 我贪婪地汲取着她的气息 想要把她揉进我的骨穴里 永远也不分开 呜 柳如烟挣扎着 想要推开我 但是她的力气太小了 对着我和柳如烟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柳如烟 脸色潮红 眼神迷离 看起来是那么的楚楚可怜 又是那么的诱人 你干什么 柳如烟用力推开我 用手背擦拭着嘴唇 眼里满是厌恶和愤怒 没什么 我只是想留个纪念 我收起手机 看着照片上的柳如烟 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容 你 柳如烟气得浑身发抖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柳如烟大不留心 气鼓鼓的上了楼 此刻我在他的身上 又看到了小时候的影子 柳如烟刚上楼 我的手机就响了 我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喂 是笑技码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生 是白修冉 他给我打电话多半是为了柳如烟 果然下一秒 白修冉就开口了 柳如烟呢 他怎么不接我电话 有时候觉得白修冉 真的是个看不懂的人 这么多年一直吊着柳如烟 现在又来关心他 柳如烟是我的妻子 白修冉 你这么关心我老婆做什么 我冷冷地问道 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 就在我家要挂断的时候 那边开口了 我们见一面吧 有些事 我想和你谈谈白修冉的声音 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没有丝毫犹豫 好 你说时间地点 我深吸一口气 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我如约来到了白修冉指定的地点 那是一家高档的咖啡厅 环境优雅 气氛静密 白修冉坐在靠窗的位置 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目光深邃地看着窗外 看到我来了 他转头看向我 一举一动 高贵优雅 我这样的土老貌 自然是不能比的 白修冉看到我进来 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便又转头看向窗外 骨节分明的手指 有一下眉一下地敲击着桌面 我看出来了 他还是在会柳如烟的 来了 坐白修冉终于开口了 语气平静无波 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不急不许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现在柳如烟在我身边 我像是一个手握底牌的胜利者 当然 这是我抢来的 但是你白修冉都已经抢我的了 凭什么我不能抢 我从来不是什么软世子 无非就是被爱的 永远有恃无恐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柳如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白修冉开门见山 我脸下眸子 心中却是忍不住的得意 在学校的时候 白修冉一直自视甚高 对于柳如烟的追求 颇为享受 柳如烟不仅和我吐槽过一次 柳如烟是我的妻子 她接不接你电话 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我抬头 直直地盯着白修冉 多年的浴血奋战 让我的气势像野狼一般森冷 即使你身居高位 我不管付出再大点代价 也要将你拉下泥潭 白修冉手抖了一下 洒落在了她雪白的西装袖口上 她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 妻子 你离开的这三年 是她最难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 她猛地站起身 像是找到了莫大的底气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这三年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她 我比你更有资格 我猛地攥紧拳头 指甲深深地嵌入肉里 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很好 现在开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对我开始支支点点了 可是白修冉啊 你忘了吗 我为什么离开 你心里没点数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突然消失三年 如果不是因为 我替你去了那个鬼地方 我现在会是这副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吗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 语气也越来越激动 三年来积压在心底的怨恨和不甘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白修冉被我的话堵得哑口无言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却无力反驳 怎么 无话可说了 我冷笑一声 你想说你家对不起我 想说你愧疚 这些年 我受的苦 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 就能弥补的 我猛地站起身 柳如烟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不想再和她废话 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 白修冉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语气里带着一丝慌乱 我甩开她的手 冷冷地看着她 怎么 还想打一架 你现在这富养尊处优的样子 恐怕连我一拳都戒不住吧 白修冉没有理会我的嘲讽 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抑着情绪 然而却被我接下来的一句话 直接破防了 我和柳如烟 马上就要去巴黎度蜜月了 白修冉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度蜜月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和柳如烟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还想和她去度蜜月 听着白修冉的话 我只觉得好笑 突然之间我想把真相告诉她 看看她究竟会不会后悔 我轻轻地在她耳边小声地说出真相 果然白修冉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孩子 什么孩子 我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 故意凑近她 压低声音说道 安安 是你的孩子白修冉如遭雷击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眼神空洞 仿佛失去了灵魂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当年那个孩子不是打掉了吗 他喃喃自语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怎么不可能 我冷笑着看着他 当年的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你根本没有资格说我 我看着眼前方寸大乱的白修冉 心中却不免觉得可笑 他从来都不是她 而是被白家掌控的棋子 况且他和柳如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当年就她的 根本就不是你 而是我 白修冉从容的神态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 他猛地抬起头 眼神惊恐地看着我 你 你说什么 怎么 害怕了 我的心中突然无比畅快 现在知道害怕了 当初你冒联我的功劳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死了这条心吧 我说完 不再看他一眼 转身大步离开 留下白修冉一个人 站在原地 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说实话 我是故意的 逼了一下白修冉 虽然我才回来一个月 但是柳如烟已经快把我的感情消耗完了 我真的感觉自己疯了 这次就是我给柳如烟的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他能回来 我可以原谅他所有的一切 我推开门 屋里一片狼藉 屋内像是被台风过境一样 满地的玻璃碎片在灯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柳如烟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裙 像个疯子一样 把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花瓶 相框 甚至连电视都被他砸了个稀巴烂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 一阵阵地抽筒 柳如烟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迈过地上的玻璃碎片 一步步朝他走去 他听到我的声音 猛地转过身 原本漂亮的眼睛里 此刻充满了血丝 像是困兽一般 充满了绝望和疯狂 为什么要把我关在家里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你怎么不去死 他嘶吼着 声音尖锐刺耳 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 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走到他面前 二话不说 一把将他按在墙上 用身体把他禁锢在方寸之间 柳如烟 你冷静点 我看着他 眼神里充满了心疼和无奈 我知道 我这么做柳如烟会恨我 但是 柳如烟 我的如烟 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就连这一点时间 你都不肯给我骂 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柳如烟挣扎着 想要推开我 却徒劳无功 笑妓 我告诉你 我爱的人是白修染 这辈子 我都不会爱上你 他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让我喘不过气来 头又开始疼了 但是我还是强忍着 没有松手 我怕 我怕一松手 就再也找不到柳如烟了 我只要你的爱 柳如烟 我只要你爱我 我看着他 一字一句 语气里带着祈求和绝望 但是柳如烟 丝毫没有察觉到 我不对劲 甚至可能是察觉到了他 却不在意 呸 柳如烟朝我脸上 吐了一口唾沫 你做梦 你永远都比不上白修染 我闭了闭眼 掩盖住眼底的痛楚 是啊 我永远都比不上他 他是天上的月亮 而我只是地上的一粒尘埃 是他的背雪 笑妓 你知不知道 我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你 柳如烟突然冷笑一声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等待着他的下吻 因为我怀孕了 我需要一个接盘侠 而你 就是最好的人选柳如烟看着我 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充满了恨意 我看着他 突然笑了起来 柳如烟啊柳如烟 我不管那是你和谁的孩子 我只知道 那是你的孩子 还最后一个月 说好的 我只在你身边待两个月的 没想到 你居然告诉我了 我知道我看着他 感觉自己的声音 小得像是一片羽毛 轻飘飘地落在了柳如烟的耳边 但是柳如烟愣愣住了 显然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 我知道 从一开始 你就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替代品 一个工具 我看着他 与其平静 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明知道我骗你 你还爱我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不解 因为我爱你 柳如烟 我爱你 所以我可以忍受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欺骗 你的利用 我看着他 想要把他的身影牢牢地刻在脑子里 当年你站在我面前保护我 是你用小小的手臂 将我拉出来泥潭 柳如烟 我希望你也能记我一辈子 你真是个疯子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是啊 我就是一个疯子 一个为了爱情 可以付出一切的疯子 我一把抱起柳如烟 他还在挣扎 像一只愤怒的小兽 但在我怀里 却显得那么无力 他纤细的身体 熟悉的心香 这一切都让我甘之如意 我把他放在床上 他瞪着我 眼里满是恨意 我忍不住低头 想要吻去他的泪 却被他偏头躲开 别碰我 他厌恶的眼神像一把刀 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他 心像被撕裂般疼痛 我多想告诉他 我有多爱他 为了他 我可以放弃一切 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不想逼他 我只想让他平静下来 我起身 走到桌边 倒了一杯水递给他 喝点水吧 我的声音沙哑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他没有接 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我放下水杯 转身走向客厅 从医药箱里拿出止疼药 敢吞了两粒 最近头疼发作得更频繁了 我不想让自己摔弱得不成样子 不想头发掉光 穿着病号服 病泱泱地坐在医院的白色病床上发呆 我走到书桌前 拉开抽屉 拿出笔记本 翻开 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我这些年的经历 以及对柳如燕的思念 我拿起笔 想要记录下今天发生的一切 笔尖却迟迟落不下去 我该怎么写 写我对她的爱 还是写我对她的恨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 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 千言万语 图图改改 最后纸上只有一句话 对不起柳燕哦 我只是想让你记住我 我以为我回来了 一切就可以回到从前 但我错了 有些东西 一旦破碎 就再也无法复原 第二天 我觉得拉着柳如燕 去寻找我们以前的记忆 我拉着柳如燕的手 七拐八拐 终于来到了那条 逼泽昏暗的小巷子 还记得这里吗 我转头看她 努力挤出一个 自认为轻松的笑容 柳如燕甩开我的手 厌恶的后退一步 精致的眉眼间 满是防备和不耐烦 你想干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压抑住心底翻涌的情绪 指着不远处斑驳的墙壁 努力让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自然 还记得这里吗 就是这里 你第一次救了我 我陷入了回忆 语气中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颤抖 那天 我被他们堵在这里 他们人多失重 我根本不是对手 你突然出现 小小的身体挡在我面前 那么勇敢 那么耀眼 我痴迷地看着柳如燕 仿佛回到了 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你忘了 你忘了你当时有多勇敢 你拿着一根 比你自己还高的铁棍 和他们打架 还说 不许欺负她 我模仿着柳如燕 当时的语气 语气中带着一丝怀念和笑意 柳如燕却像看神经病一样 看着我 眼神冰冷 你有病吧 笑计 你就算编谎话 也编一个靠谱的 当我是傻子嘛 她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转身欲走 我连忙拉住她的手 语气急切 你不记得了吗 柳如燕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柳如燕用力甩开我的手 语气冰冷刺骨 你放开我 为什么要逼我承认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愣在原地 看着柳如燕 决决离去的背影 心如刀脚 原来她真的不记得了 我一直觉得 她是我生命中的那束光 在我最艰难的时刻 伸出双手 将我拉出泥潭 我的头又开始疼了 甚至我的嘴里 感觉到了一股子铁锈味儿 我强忍着头疼 追上柳如燕 拉着她的手 来到了学校 你看 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我指着学校门口 那棵高大的梧桐树 语气中带着一丝稀径 柳如燕却厌恶恶地 甩开我的手 语气冰冷 够了 别再演戏了 我深吸一口气 决定再赌一把 我拉着柳如燕 来到了学校门口 你看 还记得这里吗 我指着学校门口 那棵高大的梧桐树 努力让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平静 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那天 我第一次来这所大学 人生地不熟 是你 但我找到了图书馆 我转头看着柳如燕 试图从她脸上 找到一丝熟悉的温柔 然而 回应我的 只有她越来越冰冷的眼神 够了柳如燕不耐烦地 打断我的回忆 语气中充满了厌恶 别说了 我不想听 那你到底想听什么 我说给你听啊 我看着她抗拒的眼神 心向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钻住 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我只是 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难道 要我告诉她 那天 我就是因为发现了她在那里 才假装找不到图书馆的 我只是想让你想起我 想起我们曾经的美好 我苦涩地笑了笑 语气中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绝望 美好 柳如燕像是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笑话 冷笑一声 你所谓的美好 对我来说 就是一场噩梦 我情愿当时不要心善帮你 如果再来一次 我就算是帮条狗 也不会再帮你了 看到你 只会让我想吐 柳如燕的话 像一记记中锤 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让我痛不欲生 可是她还没有停下 像是想要这一下 把这几天积攒的 所有情绪都发泄出来 还有柳如燕像是想到了什么 厌恶地皱了皱眉 那天 我就不应该去图书馆 更不应该 遇见你说完 柳如燕不再理会我 我只能拽着她的袖子 不让她离开我 可是看着她空洞的眼神 我只感觉自己的心里 像是被小针扎了一样 密密麻麻地疼 难道 我们之间真的回不去了吗 真的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一想到这里 我的心口就感觉一阵脚痛 突然之间 我的脑子里灵光一现 对了 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既然白秀染是骗她的 我还可以带她去 自己救她的地方 我深吸一口气 脑海里浮现出 儿时那个模糊的身影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拉着柳如燕 穿过喧闹的街道 来到了邢涛开的疗养院的后院 这些年来城市变迁 当时的小池塘 现在已经修成了一个大泉水 这里 是我曾经舍命救过她的地方 你还记得这里吗 我只是眼前拨光灵灵的水面 雨季中带着一丝颤抖 这里原来叫春池 我转头看着柳如燕 试图从她脸上 找到一丝一毫的触动 然而 回应我的 只有她更加冷漠的眼神 我看你这调查的够深啊 柳如燕皱着眉头 雨季中充满了不耐烦 居然连这个地方你都找到了 你要和我说什么 难道你还想说 到时候救我的人是你 她的脸上满是讥讽 似乎是想看看 我还能够撒出什么谎 为什么不能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因为我就住在这栋楼里 三楼 三零二室 我指着眼前这栋老旧的居民楼 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你忘了 我当时根本就不会游泳 但是还是为了你跳了下去 把你救了起来 因为柳如烟你不一样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够了 他冷冷地打断我的话 语气中充满了厌恶 当时我的父母告诉我 救我的人是白家的少爷 白家的少爷 怎么会住在这么破旧的楼里 我真是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编造这些谎言 编造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心向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你怎么能说我是在编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否认这一切 我痛苦地看着她 我只是想让你对我说一句 我张了张嘴 最后那句话还是没有说出来 你真恶心柳如烟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不再看我 只留下一个冰冷的后背对着我 我真的心灰意冷了 明天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 柳如烟 我给你了一次又一次机会 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第二天早上 柳如烟居然破天荒地帮我准备早餐 还微柔地问我早餐吃得何口吗 那一刻我差点以为 时间回到了我们刚恋爱的时候 手机给我吧 我工作上的事情 已经很多天没处理了柳如烟的声音很轻 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 我突然就明白了 她的温柔是有条件的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我深吸一口气 微笑着看向柳如烟 好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把手机递给她 目光却紧紧地锁住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试图从中找到一丝破绽 柳如烟接过手机 嘴角勾起一抹不意察觉的弧度 我的心彻底痒了 下午 我联系了以前在部队的战友 让她帮忙把安送过来 看到安安的那一刻 柳如烟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 立刻把安安抱在怀里 可安安却一直挣扎着要回到我身边 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柳如烟的肩膀 嘴里还奶声奶气地喊着叔叔 安安 你为什么不找妈妈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颤抖 眼神里满是受伤 安安没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我心疼地把安安抱过来 轻轻拍着她的背 柔声哄着 安安乖 爸爸明天带你和妈妈一起去国外玩 好不好 安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一双大眼睛好奇地在我和柳如烟之间 来回打量着 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的心里五味杂沉 明天之后柳如烟就能属于我了 这天我一夜未眠 不仅是病痛折磨的我无法合眼 就连心情也变得忐忑不安 我看着天边渐渐泛起于杜白 我推着行李车 柳如烟抱着安安 我们一家三口朝着登机口走去 明明马上就能开始新的生活了 可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沉重 像灌了签一样 我偷偷瞄了眼柳如烟 她低着头 眼神飘忽不定 紧紧咬着下嘴唇 还时不时地东张西望 我知道她在等白修软 虽然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问了 我想听柳如烟多和我说说话 我想一辈子多记住她的声音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没 没有 就是 我好像忘记拿东西了 要不我们回去拿吧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 语气急促 眼神里满是慌乱 我赶紧抬头看了眼检票时间 只要去了国外 一切都好说了 都到这儿了 刚刚来的时候 安安有些运车 乖 听话 需要什么 我们到国外再买 我摸了摸安的头 语气尽量放缓 不想让他看出我的异常 柳如烟还想说什么 但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 只能不情不愿地继续往前走 广播里开始播报登机信息 马上就要登机了 只要上了飞机 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抑住内心的不安 牵起安安的手 准备过安检 第一 我顺利通过了安检门 一转身 却发现身后空空如也 柳如烟不见了 我的心脏猛低一缩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慌忙朝四周张望 终于在不远处的人群中 看到了柳如烟 她她的手腕 正被一个熟悉的身影紧紧拽着 白羞染 她果然来了 我死死地盯着柳如烟 心脏像是被人紧紧攥住 快要窒息 她 她只是把送给我的东西 落在她车里了 我现在去拿 马上就回来 你放心 我一定会赶回来的 柳如烟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不敢直视我 一双耳朵更是红的滴血 我心中一片冰凉 柳如烟只要撒谎 她的耳朵就一定会红 她果然还是选择了白羞染 妈妈 妈妈 不要走 安安似乎也感受到了 气氛的不对劲 哭着扒着安检口的玻璃护栏 柳如烟咬着嘴唇 眼圈泛红 强忍着泪水 安安乖 妈妈去去就回 听叔叔的话 你也非拿不可吗 柳如烟没有转身 只是摁了一声 便和白羞染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带着安安在原地等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 播报着登机信息 我的心也随着时间 一点点沉入谷底 我知道 她不会回来了 我颤抖着手 拨通柳如烟的电话 冰冷的机械女声 一遍遍地提醒我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再打 依然是同样的结果 直到最后 电话里传来嘟 嘟嘟的盲硬 她把我拉黑了 我惨然一笑 果然 从一开始 我就是一个笑话 我低头看着 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安安 心如刀脚 安安 爸爸带你走 好不好 我轻轻拍着安安的背 声音沙哑 我抱着安安 脚步屑服地走出了机场 走之前 我还是准备回家一趟 我抬头有 看见天空灰蒙蒙的 像是我的心情 出租车的后视镜里 映出我憔悴不堪的脸 和安安哭红的双眼 我苦笑 还在滴答滴答响个不停 我打开衣柜 柳如烟最喜欢的薰衣草香 已经淡得闻不到了 我从最底层翻出那件婚纱 那是我们结婚时 她亲手挑选的 洁白的婚纱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那天柳如烟身穿婚纱的样子 我拿出儿时的日记 塞进了婚纱里 这本日记记录了真相 我相信她知道 当时就她的人不是白修人 她肯定会后悔的 我希望她永远不要发现这个日记本 我又希望她可以发现 但我知道 她发现这本日记的那一天 估计我已经和她永远天人两格了 我深吸一口气 压抑住内心的痛楚 开始收拾东西 我要带安安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充满伤心回忆的地方 我订了去巴黎的机票 邢涛在那也有个疗养院 听说环境清幽 还有临终关怀服务 我觉得那再好不过了 也许 在那里 我可以安安静静地指导生命的终点 安安很乖 一路上都没怎么哭闹 她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只是默默地依偎在我怀里 看着她稚嫩的小脸 其实安安和柳如烟真的很像 我心中充满了愧疚 安安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到了巴黎 邢涛开车来接我们 孝季 你之前可是咱们不败的神话 好多人都传你刀枪不露的 你现在怎么搞成这样 她看着我憔悴的模样 惊讶的不行 我没说话 只是苦笑 训练营残酷的训练 可以锻炼强健的身体 但是心始终会是柔软的 一根根的小刺扎进去 也是会流血的 邢涛把我安排在她疗养院里住下 这里环境很好 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 安安很喜欢这里 总适合住在隔壁的小孩子玩沙子 只是一看到安安 我就会想到有如烟 或许是思念成疾 邢涛说我活不到三个月了 我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我开始频繁地咳嗽 咳血 身体越来越虚弱 邢涛为我找了更好的医生 但医生只是摇摇头 说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问医生 医生沉默了片刻 说最多半个月我惨然一笑 果然老天爷还是不肯放过我 我没想到 安安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 叔叔 你是不是要死了 安安养着小脸 天真的问道 我强忍着泪水 笑着看向安安 或许临死前 我想听安安叫自己医生爸爸 我是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里很美 有很多好吃的 好玩的 我要去那里探险 等我探险回来 就带安一起去 好不好 安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长出了一口气 还是小孩子好骗 我不想让他难过 我只想让他开开心心地 度过剩下的日子 但我没想到 安安突然抱住我 叔叔 你是骗子 你是要死了 对不对 我愣住了 看着面前 眼泪再也忍不住 夺况而出的安安 你们所有人都以为安安傻 其实安安什么都懂 柳如燕最终 还是跟着白秀染离开了 抛下了安安 因为白秀染 给了他一个巨大的诱惑 白秀染说要和他订婚 这些天柳如燕都没回家 其实是不想面对 笑记待过的地方 笑记在机场那 近乎颤抖的声音 像是魔鹰一般 一直萦绕在柳如燕的耳边 柳如燕觉得 他要永远失去她了 可是 他已经选择了白秀染 选择了另一种生活 他不能回头 订婚典礼的日子越来越近 柳如燕却越来越不安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怎么了 是不是想家了 白秀染温柔搂住了柳如燕 眼中满是宠溺 柳如燕看着眼前的白秀染 这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吗 为什么自己会不开心呢 没 没有柳如燕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心里却更加慌乱 第二天 白秀染安排了专业的化妆师 来为柳如燕做造型 白先生真是体贴 这么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您可真是有福气啊 化妆师一边打开化妆箱 一边笑着夸赞白秀染 柳如燕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化妆师的话 他也是听得心不在焉的 化妆师开始为柳如燕挑选礼服 可是连续看了很多件 他都不满意 总感觉差了些什么 只是敬酒穿的礼服 又不是婚纱 柳如燕准备让化妆师 直接去衣柜里挑一件就得算了 可是没多久 化妆师就从衣柜里 拿出了一件洁白的婚纱 哎 这怎么还有一件婚纱 化妆师惊叹道 柳如燕的目光顺着声音扫去 的心猛低一沉 这件婚纱 是他和孝季结婚时穿的 直接扔掉吧 没用了柳如燕故作镇定的 但是手心里早就全是汗了 化妆师似乎没有察觉到柳如燕的一样 直接将婚纱扔进了垃圾桶 框 一声硬物掉落的声音 婚纱里居然掉出一个笔记本 咦 这是什么 化妆师从地上捡起笔记本 白夫人 您看这是你以前的东西吗 看起来很有年代感了 化妆师好奇地问道 柳如燕点点头 伸手接过笔记本 封面已经有些破损 上面没有任何文字 只有一朵用刚笔画的简单的薰衣草 柳如燕的心跳突然加速 他感觉这本日记在叫嚣着让它翻开 事实上 柳如燕真的鬼使神差地翻开了 翻开的那本日记本 泛黄的纸页上 是孝季熟悉的字迹 当你看到这本日记的时候 恐怕你已经要和白修软结婚了吧 我要走了 永远也不会来了 我的小英雄 再也不见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了柳如燕的心上 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这是孝季的笔记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无数个问题在柳如燕的脑海中盘旋 好奇心驱使着柳如燕翻开笔记本 柳如燕的眼前浮现出孝季受弱的身影 他总是被欺负 却总是倔强的不肯低头 而那个保护他的女孩子是谁 柳如燕的心中突然生起一股熟悉的感觉 他继续往下翻 今天小英雄落水了 吓死我了 虽然我不会游泳还是救了他 之后他就被自己家里人带走了 但是没关系 我知道他的名字了 他叫柳如燕 我要一辈子保护他 看到这里 柳如燕的脑海中轰然乍响 原来当年救他的人竟然是孝季 柳如燕的眼前一阵阵发黑 他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 他紧紧地抓住日记本 纸节泛白 片刻后柳如燕猛地站起身 冲出房间 拨通了白修冉的电话 喂 如燕 怎么了 电话那头传来白修冉温柔的声音 白修冉 你告诉我 当年我落水 究竟是不是你就躲 柳如燕的声音颤抖着 几乎是用吼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如燕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 这重要吗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白修冉的声音依然温柔 但却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烂 你只需要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柳如燕的眼泪夺狂而出 不是白修冉的声音很轻 却像是一道惊维 在柳如燕的耳边炸响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 柳如燕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如燕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白修冉的声音依然温柔 但却让柳如燕感到无比陌生 过去 对你来说是过去 对我来说呢 你知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柳如燕的声音充满了绝望 如燕 你别这样 我已经安排好了 等我们结婚以后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白修冉是图安慰柳如燕 结婚 不 我不能结婚 柳如燕猛地站起身 他终于明白 自己一直以来都错了 他爱的人不是白修冉 而是孝季 如燕 你在说什么 电话那头的白修冉 显然没有料到柳如燕会这么说 白修冉 我们结束了 我不会嫁给你的 柳如燕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现在只想找到孝季 告诉他 他爱他 他一直都爱他 柳如燕不顾一切地 重处白家别墅 他要去找孝季 他要告诉他 他后悔了 他要和他在一起 婚礼现场 司仪叫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还是只有白修冉 孤零零地站在台上 柳如燕发疯一般冲了出去 这一刻 他脑子里的那个画面 似乎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 原来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柳如燕去了 而是他落水的地方 他不在 去了学校 他也不在 去了他们结婚的教堂 他也不在 柳如燕去了 他能想象到的所有地方 都没有人 就好像孝季在他的世界里 凭空消失了 这一刻 柳如燕感觉自己的心 像是被挣扎一般 火辣辣地疼 自己失去他了 柳如燕身上的婚纱 早已充满泥泥 可是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他只想马上找到孝季 他一直都知道真相 从事始终 他都在等自己回心转意 对了 还有一个地方 柳如燕擦掉脸上 已经枯花的妆容 来到了孝季父亲家 老人看起来十分年迈 柳如燕敲响门 孝季父亲知道柳如燕 是孝季的妻子 他看到柳如燕 直接说是不是孝季来接他了 老头叙叙叨叨说了很多 说自己多么多么不容易 孝季多么多么不孝顺 一次都没来看过自己 然而这一切 落在柳如燕的耳朵里 就只剩孝季 没有来过这个消息了 柳如燕没有再听老头念叨 直接起身离开 现在他只想立马找到孝季 柳如燕从孝季父亲家出来 就感觉自己是一只 泄了气的布娃娃 孝季真的从自己的世界消失了 他到底躲在哪了 自己知道错了 叮铃铃 柳如燕发现 自己装在内多的手机响了 心灰意冷的他 现在根本没有力气接电话 手机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柳如燕终于还是接通了电话 为沙哑的女生 只是在一声之后就没了声音 好像这一声就已经耗尽了 他所有的力气 电话那边一阵沉默 就在柳如燕准备挂断的时候 那边响起了一个陌生的男生 我是孝季的战友 你过来把安领走吧 柳如燕待住了 竟然是孝季那个战友 孝季再不在你那 柳如燕的声音变得尖锐淒厉 电话那边又是一阵沉默 你来就知道了 天津疗养院柳如燕 现在等不了一点 他直接找了一个繁华的街口 冲上街道拦下一辆车 周围汽车的喇叭疯狂的鸣叫 周围骂骂咧咧的声音不断传来 疯子 周围的叫骂柳如燕 好像都没有听到 去天津疗养院 快 司机似乎是被吓到了 一脚油门很快就到了疗养院 安安看到了柳如燕 直接冲上前抱住了他 妈妈 呜呜小孩子刚到柳如燕的小腿 哭得梨花带雨的 但是柳如燕却没有要抱他的意思 孝季呢 柳如燕看着眼前的男人 确诊的脑癌晚期 柳如燕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邢涛看着眼前的女人 冰冷的从白大褂的口袋里 拿出一个笔记本和录音笔 这是孝季留给你的 你自己好好看吧 2024年6月1日 今天是儿童节 也是我执行完任务回家的日子 三年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满怀期待的打开家门 安安长高了不少 他看到我 却一点的不熟悉 我知道 是我亏欠了安安 可是看到安安安 我真的开心得不得了 我想用最后的时间好好爱他 很快我的笑容 很快僵在了脸上 因为我看到了白修冉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为什么会和安安在一起 最关键的时候 安安为什么叫他爸爸 我的心像是 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喘不过气来 安安说我是坏叔叔 我一来爸爸就要走 可是笑安安 我才是你爸爸 如燕 你真的那么喜欢白修冉吗 2024年6月2日 我做了噩梦 梦里 安安叫着白修冉爸爸 我惊醒了 一身冷汗 可是如燕真的让我的儿子 管别人叫爸爸 我决定去做亲子鉴定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安安 不是我的孩子 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三年 我所有的期盼和念想 都成了一个笑话 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燕我好想问你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电话接通了 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电话挂断 我的心像是被刀割了一样 我挂断了电话 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如燕 我恨你骗我 可是 我更爱你 爱到可以不顾一切 爱到可以原谅你的 所有的错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小笼包 可是你却说 还有 我现在只吃面包和牛奶 你不用再给我买小笼包了 如燕 我一时之间甚至分不清 是你在说我还是仅仅在说早餐 2024年6月15日 今天下暴雨 我给柳如燕送伞 白修燃也在 他看着我手里的伞 笑了 这么小的伞 怎么遮得住风雨 他向我炫耀他的车钥匙 黑色 稳重 可靠 像他这个人 可是我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我替他去了训练营 或许我也可以为你遮风挡雨了 我突然觉得 自己像个小丑 邢涛说 我只剩下三个月了 我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好好陪陪你 这时候我甚至觉得 我应该给你找个好归宿 一个能给你遮风挡雨的人 可笑吗 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可是 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所以我带着安安回家了 尽管我的心 像被刀脚一样 疼得无法呼吸 2024年6月16日 报起 如燕 我今天没法陪你了 我要去看看我妈妈 墓碑上的照片 我妈笑得很温柔 像很多年前 她送我去训练营那天一样 她说会等我回来 给我做好吃的 可她食言了 我妈因为我被送走 急火攻心 死了 我爸说 她到死都念着我的名字 我跪在墓碑前 把带来的枝子花 轻轻放下 离开墓地 我去了我爸住的地方 一个破败不堪的偏房 弥漫着浓重的烟酒味 我爸老了很多 头发花白 脸上布满皱纹 她坐在床边 眼神空洞 像一具没有灵魂的曲强 她过得不好 我就安心了 我走了 没有惊动她 如烟 如果我死了 你会是什么反应 会哭吗 会伤心吗 或许 你根本就不会难过吧 毕竟 你身边已经有了白修染 也好 我的如烟要一声幸福啊 我累了 真的累了 2024年6月17日 今天我是被疼醒的 这该死的病 真是无时无刻不再折磨我 我挣扎着起床 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我想去见你 我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 却看到让我无比心寒的一幕 你和白修染 居然让阿安在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 而你们却能不管不问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阿安还那么小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的心 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喘不过气 我冲上去 一把抱起阿安 孩子瘦落的身体 在我的怀里微微颤抖 我的眼泪 再也忍不住夺况而出 白修染 她怎么配做一个父亲 还好她不知道阿安就是她的亲生骨肉 阿安还是我来疼吧 对了 我好像已经快死了 我居然忘记了 2024年6月20日 你说要和我完成几年前的梦想 去巴黎 你说想和我一起去巴黎度蜜月 我当时真的开心坏了 直到我看到你房间的电脑 我笑了 笑自己太傻 居然当真了 你不过是想去参加白家的聚会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补偿我罢了 即使这可笑的补偿 我也好希望是真的 我感觉自己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身体越来越差 我等不及了 我也是白家人 我也要去参加聚会 如烟 即使是抢 我也要把你抢回来 2024年6月21日 阳光真刺眼 天空蓝的让人发慌 我站在人群外 看着你和白修冉被簇拥着 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看见你笑了 那样幸福 可是这笑容不是对着我的 你的笑容那样刺眼 我实在是无法忍受 我冲动地拍下了你们的照片 并且挑衅地想让你看见 我要让你永远记住我 我想把你囚禁起来 我要你成为我的 2024年6月22日 今天是我回来后 第一次吻了柳如烟 她的唇还是那么柔软 带着熟悉的淡淡香气 我闭上眼 贪婪地汲取着她的气息 仿佛要把她揉进我的身体里 我知道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打开手机 将那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照片里 我和你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背景是家里温暖的落地灯 看起来温馨又美好 佩文只有一句话 我的永远是我的 我知道 白修冉一定会来找我 果不其然 没多久她的电话就打来了 她约我见面 2024年6月23日 我看到了白修冉 在一家街角的咖啡厅 她还是那么耀眼 像个天生的发光体 而我就像阴沟里的老鼠 躲在角落里窥探着她的生活 我恨这种感觉 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拜白家所赐 我的自由 我的妻儿 他们将一切都偷走了 是他们 是他们偷走了我的人生 当我告诉白修冉阿安 是她的孩子的时候 白修冉的脸色变了 惨白 而且毫无血色 我知道 我的话戳中了她的痛处 我的心里真的太痛快了 虎毒尚且不识子 但是我没想到 白修冉还是对安安 一如既往的不理会 若言 我觉得白修冉 不能让你托付终身 2024年6月31日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像一台老旧的机器 零件磨损 运转十顿 我甚至能感觉到 生命力从身体里 一点一点流逝 你这两天安静的可怕 像一只被囚禁的金丝雀 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我知道 你恨我 恨我囚禁了你 恨我让你和你爱的白修冉分开 可是 我只有这样 才能把你留在身边 哪怕只有一分一秒 我也想要贪婪地拥有你 如烟 对不起 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补上我们的遗憾 我幻想过无数次 我们一起在海边漫步 在夕阳下拥吻 我真的好想和你完成浪漫的一百件小事 可是在机场 你还是走了 尽管你找了借口 但是我知道 你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心 就像被撕裂了一样 痛不欲生 世界一片灰暗 再也没有了色彩 柳如烟 我的如烟 你真的 不要我了吗 2024年7月1日 邢涛说这里适合疗养 适合忘记 我带着安安住进了疗养院 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疼痛如影随形 医生说 我的身体技能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我看着镜子里行销鼓励的自己 仿佛看到了死亡的阴影 心灰意冷 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 我拿起了准备好的刀片 冰凉的触感让我微微颤抖 手腕上的血管清晰可见 仿佛在引诱着我走向解脱 就在我准备滑下去的时候 一只小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安安 他哭了 小小的脸上满是惊恐和无助 爸爸 不要 他第一次这样叫我 声音稚嫩却充满了力量 我的心 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刀片从手中滑落 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抱住安安 泪水绝地而出 我的女儿 我的救赎 身体很疼 但没有心里疼 柳如烟 你真的 不要我了吗 2024年7月2日 我现在不仅头疼 就连手指关节都变得僵硬无力了 柳如烟 我的如烟 我真的好想再留给你一些回忆 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了 我只能用录音笔给你留下一段话了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日记 或许你已经知道真相了 那么像我的时候就听听吧 如烟 今天是我爱你的6578天 你知道马人的一生只有三万天 而我大概只有一万多天哦 想不到吧 如烟你在我心中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我死后你不要悲伤 要快快乐乐一辈子 好好照顾安安 我很喜欢他 对了 安安也管我叫爸爸了 白修染不是良人 希望如烟可以找个爱你的人共度一生 最后 如烟 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伴你 甚至就连以后也做不到 如果有来生 当牛做马还给你 好不好 柳如烟一遍一遍听着录音笔的内容 早就泣不成声 十年间 柳如烟和白修染完全断了联系 即使他是安安的亲生父亲 柳如烟为孝季立了衣冠肿 整天没事就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 靠着孝季的墓碑 安安碰见过不止一次 柳如烟在孝季的墓前 准备吞毒自杀这类的事情 可是都被他拦下了 一开始他还哭得像个泪人 但是后来次数多了 也变得麻木了 柳如烟的脸色苍白 耳边回响着孝季最后的声音 如果有来生 当牛做马还给你 好不好 柳如烟把那只录音笔当成了宝贝 几乎是走到哪带到哪 他一遍遍地听着 仿佛魔争了一半 录音里是孝季虚弱的声音 断断续续 却字字深情 句句愧疚 柳如烟 你真的很重要 如烟对不起每听一遍 柳如烟的眼泪就绝第一次 安安受不了了 他冲过去 一把抢过录音笔 尽管他也想爸爸 但是现在他只想让妈妈过得更好 别放了 别放了 他哭喊着 小小的身体因为愤怒而颤抖 柳如烟却像疯了一样 扑过去 想要抢回录音笔 那是我的 还给我 他嘶吼着 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安安被他这副样子吓坏了 后退一步 手中的录音笔掉落在地 砰的一声 录音笔被磕坏了一个脚 柳如烟愣愣住了 他缓缓地蹲下身 颤抖着手去检视地上的碎片 他的眼泪滴落在碎片上 映照出他扭曲的面容 啊 柳如烟突然崩溃地大叫起来 声音淒厉 安安直接被他吓到一动不敢动 他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头发 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嘴里不停地念叨 没了 什么都没了 安安惊恐地看着柳如烟 他从来没有见过柳如烟这样 现在的他真的像个疯子一样 安安怕急了 转身跑出了家门 柳如烟最终还是知道了 孝季的脉骨之地 他去祭拜了他 带着那只摔碎了的录音笔 他跪在池水前 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说着爱他 然后 柳如烟就毫不犹豫地 跳进了结冰的水层 他要下去 去那个世界找他 完成他们未完成的誓言 柳如烟死了 安安也成了孤儿 他亲眼看着笑气垂落的双手 然后被宣布死亡 他亲眼看着妈妈日渐消瘦 直到追随爸爸去 他没有哭 只是呆呆地坐在阳台上晒太阳 一晒就是一天 他说爸爸喜欢他身上落满阳光的样子 周围的人都说 他和他那个妈一样 是个疯子 他妈是大疯子 他是小疯子 老板找到安安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墓园前 远远就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 孤零零地跪在墓碑前 他瘦落的肩膀不停地抽动 压抑的哭声 在看到邢涛之后呆住了 笑气说 如果自己身边 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就找邢叔叔 邢涛走过去 轻轻地把他抱在怀里 安安 别怕 还有我 安安的声音在颤抖 他抬起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邢叔叔 我和你走 安安紧紧地抱着他的救命稻草 眼泪再也忍不住 夺眶而出 我是邢涛 笑气的战友 外面又下雪了 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 给整个世界都披上了一层营装 我站在窗前 看着远处白茫茫的雪景 思绪却飘向了遥远的过去 我来看笑气了熟悉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转过身 看见柳如烟站在门口 十年间他日日都来 身体也日渐消瘦了 眉眼间却多了几分坚韧 安安跑进房间 一头扎进我怀里 甜甜地叫着行叔叔 这孩子 真是长大了 越来越像笑技了 我回去把亲属鉴定报告 又看了好几遍 这个世界真是奇妙 明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却长得如此相像 安安 这几天有没有好好吃饭 有没有妈妈的话 柳如烟温柔地抚摸着安安的头发 眼神里满是怀念 我知道他在通过安安看笑技 行叔叔 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安安扬起小脸 小脸上满是天真烂漫 可是我感觉他的目光里 没有光亮 像这一潭死水 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的心里五味杂沉 十年了 自从笑技离开后 柳如烟每个周末都会来这里 可是 每次来 他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 邢涛 你告诉我 笑技藏在哪里了 我想去看看他 而我 总是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因为笑技在死之前说过 他不想再见柳如烟了 我知道 笑技只是不希望柳如烟 再为他伤心难过而已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柳如烟期盼的眼神 逐渐变得沉寂 求你了 你就告诉我吧 我真的很想他 柳如烟的眼眶红了 声音哽咽着 我叹了口气 终究还是不忍心在瞒着他 好吧 我带你去 我带着柳如烟和安安 来到疗养院的后山 那里有一片人工湖 湖水倾射见底 在阳光的照耀下 波光灵灵 笑技 就在这里 我指着湖中心 声音低沉 柳如烟愣住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你说什么 这里 这里不是 没错 我把笑技的骨灰 撒在了这里 我打断了他的话 语气平静 当年 笑技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便拜托我 等他走后 将他火化 骨灰撒在这片湖里 世界就是这么小 没想到我当时随便选的地方 成了我好兄弟的埋骨之地 他说 这里是他和柳如烟出狱的地方 他想永远守护着这片湖 守护着柳如烟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死了都不让我见你 柳如烟的眼泪终于绝地 他无力地跪倒在湖边 气不成声 我看着眼前的柳如烟 早干什么去了 人都死了 现在后悔一晚了 我看向波光灵灵的湖面 对不起 笑技 我食言了 我别过头 我觉得这是柳如烟英格的 凭什么痛苦的只有你 我和你同一批进入训练营 残酷的训练 像是羊骨一样 一百个人留下一个 我当时真的要死了 是你挡在我身前替我挨了一刀 那一刀深可见顾 可是我却没有在笑技的脸上 看到过任何的痛苦 他好像永远充满希望 可是 唯独对柳如烟 我从来都没看到他那么痛苦过 笑技做到了 他说过想要柳如烟 记他一辈子 十年过去了 柳如烟依然没有忘记他 我想他可以记你一辈子了 冬季的湖水 冰冷刺骨 柳如烟不顾一切地冲进湖里 他想离笑技更近一些 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 安安在岸边哭喊着 想要拉住柳如烟 可是他人小立威 根本无能为力 我站在原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知道 我错了 我不应该自作主张 告诉柳如烟真相 可是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听说 柳如烟回去后就病了 高烧不退 迷迷糊糊中 他一直喊着笑技的名字 医生说 他的身体已经垮了 心力交瘁 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 或许笑技就是他心里唯一的那根弦 我看着安安守在柳如烟的病床前 听着他断断续续的抑语 直到柳如烟说 笑技 是你来接我了吗 柳如烟最终还是走了 走得很安详 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仿佛终于解脱了一般 安安抱着柳如烟冰冷的尸体 哭得撕心裂肺 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 笑技离开时 安安无助绝望的眼神 我走过去 轻轻地抱住安安 别哭了 安安 你还有我安抬起头 泪水磨合了他的双眼 他哽咽着问我 行叔叔 妈妈是不是去找爸爸了 我沉默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紧紧地抓住我的衣袖 仿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行叔叔 你带我去找爸爸妈妈好不好 我不要一个人 我看着安安无助的眼神 心里一阵酸楚 笑技 你放心吧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安安 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 柳如烟和你走后 我收养了安安 他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还好 我有足够的经验 还好他走出来了 笑技我对得起 你当时的救命之恩了 我是柳如烟 笑技的妻子 小时候我发了一场高烧失忆了 我以为自己是被白修冉所救 所以我爱他 谁不会幻想一个盖世英雄来救自己呢 我很幸运 从小就遇到了我的盖世英雄 后来我和他上了同一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我真的很喜欢他 但是 我感觉他总是对我爱他不理 我觉得他是生性内向 没关系 爱情里面有一个主动就可以了 大学毕业 我怀孕了 我高兴地告诉白修冉 可是他却肉眼可见的慌了 他给我打了一笔钱 让我把孩子留掉 他说他想跟我一个家 但是白家人不接受我 说婚前怀孕不减点 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说他是渣男 可是我舍不得他 但是我更舍不得留到这个孩子 所以我找到了孝季 想让他做接盘侠 是我对不起孝季 但是我嫁给他 他不是也算是得到我了吗 我设计给孝季下了迷药 第二天 早上醒来 孝季就看到我和他躺在一起 我的眼朦胧地说 昨天喝酒 他硬把我拖进了房间 孝季满脸的愧疚 像疯了一样扇自己巴掌 他说要对我负责 这正合我意 我和他办了一场潦草的婚礼 因为我和他说 我怀孕了不能太劳累 果不其然 孩子生下来他喜欢的不行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 就要这样过去了 但是日子刚这样过了几个月 他居然说执行任务要离开我了 这一走就是三年 没有一点消息 我等不了了 于是让白修冉接出孩子 我想看看白修冉的态度 但发现白修冉很嫌弃孩子 所以为了白修冉 我放弃了安安 我经常把小小的人自己放在家 所以安安很早就懂事了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 直到三年后 孝季回来了 他看到了白修冉 而我只能搪塞他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人生不能寄药还要 我只能做选择 我没想到 我还没有抉择 孝季已经强迫我抉择了 孝季居然丧心病狂的 拿我和白修冉的照片威胁我 要我身败名裂 最后我被他囚禁在家 现在想起来 或许那才是我这整个悲哀的一生中 最幸福的日子 终于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以安安为筹码 逃走了 我知道 孝季是个好人 他会安安的 可是就在我准备和白修冉订婚时 发现了那个日记本 孝季才是小时候救我的人 那一瞬间我真的如遭雷击 我问白修冉为什么骗我 可他说不重要 就像是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一样的随意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这些年一直追寻的 在他的眼里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逃婚了 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痛苦 孝季我错了 我这就去找你 我想如果我这一次还是做错选择 我一辈子都会活在孝季的阴影之下 对不起 孝季你等等我 我不奢求你原谅我 我只希望你能最后再见我一面 可是我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孝季 我的心狠狠地抽通了一下 我好像真的失去他了 那天机场真的是最后一面 对不起 孝季真的对不起 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说是孝季的战友 让我去天青疗养院找他 这一刻 我忽然觉得 孝季似乎真的没骗我 他的突然离开真的是去执行任务了 我赶紧擦干眼泪 疯了一样冲上大街 直接拦了一辆计程车 孝季 你为什么不肯和我多解释解释呢 你多解释两句 或许我真的会相信你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离开 可是 这个世界上 没有如果 我来到疗养院 见到了安安 孝季的战友说他叫邢涛 而孝季已经走了 我抱着安安 气不成声 安安 我是妈妈 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了我的心 仿佛被撕裂了一般 痛不欲生 孝季 你真的忍心丢下我一个人吗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爱你 我多想再见你一面 可是 一切都太迟了 十年时间 我过得像是孤魂野鬼 我终于得知孝季下落了 他的骨灰被撒进了池水中 寒冬腊月 我直接跳了进去 池水冰冷刺骨 可我觉得不及当时孝季的半分痛 最后我怎么回来了不知道 只是从那之后我就病倒了 孝季 等我 我一定会去找你 我们 来世再见 我是安安 一个没爹疼没娘爱的孩子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妈妈说 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不能回来看我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可以陪着他们 我的爸爸却不能 妈妈总是很忙 他很少有时间陪我玩 也很少对我笑 后来妈妈领来了一个叔叔 他说那是我爸爸 我觉得不是 因为和床头的照片里的人不一样 周围的小孩说 妈妈要给我找个后爹 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后爹打死 所以我装得乖乖巧巧的 从来都不哭闹 我讨厌白爸爸 他总是趁我妈妈不在的时候 偷偷掐我 直到那天 有个人打电话过来了 爸爸妈妈不在家 我才不会被骗 我说让他不要来我家 等妈妈和白爸爸回家 那个电话里的男人也来了 我有点震惊 因为他和照片上的爸爸长得一样 可是他扔下我这么多年 我真的很生气 所以我叫他叔叔 我多希望 有个人能陪陪我 抱抱我 告诉我 我不是一个人 直到现在 我遇到了他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笑叔叔带我去公园玩 陪我我在沙坑里堆城堡 陪我踢足球 这一切我以前真的想都不敢想 可是现在 我都得到了 那我就原谅他吧 谁让他是我爸爸呢 我抬起头 看见高高瘦瘦的笑叔叔 站在我面前 他穿着白色的T恤 牛仔裤 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 小安安 开不开心呀 他弯下腰 温柔地对我说 我愣了一下 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孩子 这种感觉 很温暖 很安心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爸爸 直到后来 白爸爸又掐我了 我实在是太疼了 忍不住开始哭闹 笑叔叔看见了 他直接把我抱走了 我趴在他肩膀上 真的好温暖 所以 当我妈妈将我丢给笑叔叔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和他一起去了巴黎 我以为我会在笑叔叔身边长大 直到我看到笑叔叔 把刀片放在自己手外上 我吓坏两千 我不能失去爸爸 笑叔叔听见我的声音 抱住我痛哭流涕 我听见行叔叔说 笑叔叔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 笑叔叔快死两千 他们骗我 可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没想到 现在我的笑叔叔居然也要离开了 他越来越瘦了 一开始他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每次看到我都会微笑地摸着我的头 等到后来他越来越虚弱了 甚至连笔都提不起来了 直到那天他把我叫到了床边 他告诉我 如果没有人可以依靠就找行叔叔 他是一个可靠的人 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像一眼 果然 笑记说完后 手就重重垂下了 我哭得撕心裂肺 行叔叔叫我带到一边 他说笑爸爸不想看到我这样 我这个样子他走得也会不安心的 我擦干的眼泪掉了又掉 亲眼看到笑爸爸被推进了焚化炉 火葬场把那么大个人最后装进了个小罐子里 行叔叔把小罐子带走了 不知道带去了哪里 再后来 妈妈来接我了 后来妈妈也走了 我听了笑爸爸的话 找到了行叔叔 我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可是行叔叔说我应该带着笑爸爸那一份活下去 全文完 优邦